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会举着摄像头带你走进澳洲上亿年的原始森林里头去看一看 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澳洲这么容易着火了 这是我们录制视频的当天 可以看到空气中还是充满了烟雾 受到烟火影响还是挺厉害的 那么远处就是我们要去的森林所在的这座山叫Dano Mountain 可以看到现在污染比较严重 但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是没有森林大火的时候远望这座山的风景 那么进到山里以后发现这个雾很大 但这个雾似乎是下过雨之后形成那种雾气 还并不是就是森林大火那种烟雾 当然了我们肯定是不可能去着过火的森林啊 一是不太安全 另外一个呢也封路了也不会让你随便进的 当然这个森林呢实际上跟着火的森林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这座山呢在几十年前啊也着过森林大火 当时整个摩尔本东南区啊都是弥漫着烟雾 哇我们现在已经走到雨林深处了啊 这里特别冷大概也就十度左右 因为刚刚下过雨啊 所以说上山的过程呢可以说是雾气弥漫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这个迷雾森林之旅 那么你如果是第一次看到这期视频的话呢 我跟你讲Dano澳洲笔记呢 是一个关于澳洲生活的综合信息频道 视频做的非常有意思 然后也特别有信息感 所以说你可以先订阅关注一下 其实在上一期那期视频里 其实我也讲过就是为什么澳洲山火啊 在澳洲这么频繁的发生 然后呢澳洲大陆呢 我也在很多期说过 就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大陆 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些残酷的啊 这个自然变迁 所以保留了大量的这个远古植被啊 然后其中有一种树呢 就是几乎是占了澳洲这个植被的70% 就是我身后这个安树 可以看一眼 澳洲的这个树林面积有多少呢 大概是啊 就整个澳洲的树林面积 加在一起大概是两倍的东三省的面积 那么着火的地方呢 主要是在西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 就是墨尔本所在的州和悉尼所在的州 那么这一片的面积也非常大 也足有好几个广东省那么大 所以这火灾一旦着起来呢 就是非常难以控制 那我们上一期说了很多这个理论上的东西 那这一期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你看这是安树 那么它呢每年都会去拖这个皮 拖完的皮呢 就乐在这个地上 然后堆积出厚厚的一层 那么这是常年累月堆积出来的 当然现在下过雨比较湿 你可以想象 如果在没下过雨的时候 这么多干树皮堆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容易被点着 森林里呢 有些安树可能连连太大会倒 但是为了控制啊 这个意外发生 比如说砸下来砸到人什么的 所以很多这个工作人就把这个安树 事先已经死的安树就锯下来了 那么可以看一眼这个安树里头的样子 它是一种含油脂啊 非常高的这么一种树 所以说它不是很怕水 因此呢澳洲啊很多房子 其实都是用安树这个木头啊 来做的这个主结构的支架 但这个树呢 就一旦啊着起火来 特别容易烧容易助燃 因为油脂成分高嘛 所以说你在这种极度干燥的情况下 然后满地都是这个安树皮的情况下 随便一到这个闪电啊 或者是随便我扔个烟头啊 就极容易啊引起这个火灾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你到这种自然环境来玩呢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就不要随地乱扔垃圾 尤其是一些这种瓶子啊 这种玻璃啊 这种垃圾 然后有的呢可能是有这个放大镜的功效 把这个阳光聚焦在这个干燥的安树皮上 就很容易点着 那么这个澳洲的原始雨林呢 这个自然环境啊真的是非常棒 就是你站在这个雨林里啊 什么都不用做 然后闭上眼睛 你真的是能体会到啊 这种纯正的大自然的气息和感觉 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那么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澳洲的森林面积呢 非常大 再加上安树啊 本身就是比较易燃的 而且呢 这个爆发山火这个季节啊 多半都是比较炎热干燥 而且伴随着这种大风的天气 所以说这个澳洲山火一旦烧起来呢 真的是呃 蔓延的非常迅速 也非常难以控制 而且澳洲这个人口呢 非常少 你想想整个一个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 还不及北京市这么一个城市人口多 所以说呢 很多啊 这个山火爆发这些森林呢 其实都是在这些呃 比较偏远啊 比较人言罕见的地方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澳洲的专业消防员没有那么多 而很多消防员 所谓的这个消防员呢 其实都是志愿者 因为这些志愿者呢 是生活在当地 他对当地这种情况呢 甚至比这些专业的消防人员呢 还要去了解的还要多 因此一旦有火情爆发呢 这些志愿者呢 真的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走到这一块可以看到 呃 这棵树挺有名的 是几年前啊 自己倒下的 然后远处这个根部呢 倒的时候非常大 沾着很多土 现在可能都被冲刷没了 然后倒下之后呢 等于就把这个路啊 整而给拦住了 拦住之后呢 这个森林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就过来 把这树啊 全都砍断了 把这路空出来 那么在晴天啊 湿度没有这么大的前提下呢 其实我可以从这个树干上走过去 走到那头 然后带大家去看一看 但现在肯定不行 因为这个树干表面呢 特别的湿 你可以看 非常的滑 所以说咱们就不冒这个险啊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会找到一个雨云里啊 我认为是最佳的这个风景拍摄点 比较开阔 然后可以360度的整个照一下这个雨 其实这原始雨林呢 在我视频里出现了好几期 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这里徒步 还有些朋友说 你就是在后面这条路上走啊 然后一点不够刺激 我亲说你是把我当成贝爷了吗 然后这一期呢 正好我走着走着旁边呢 发现这么一条小路 然后可以伸到里头去 因为我建议大家做到不要这么做 因为山里呢 可能会有些这个蛇虫鼠蚁啊 甚至有些毒蛇什么的 但这条路呢 看起来还好 所以说呢 我就进去 带大家看一眼啊 这个真正里头是个什么样子 我手上经常会带着一把这个长伞 第一是可以当拐杖用 第二个呢 就是遇到一些小动物 可以防身用 可以看到这里是真的是非常原始啊 那么你自己过来旅游的呢 我真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这些小路里头呢 呃 真的是比较滑 容易摔倒 而且你不知道有什么蛇虫鼠蚁之类的 另外呢 这个大家会问 会不会很危险啊 你看这个环境这么原始 呃 其实我不止说过一次啊 在澳洲呢 呃 这种雨林里头 尤其是在西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 靠南部这些 呃 州里的森林里呢 其实没有什么大型猛兽 呃 澳洲本土的大型猛兽呢 基本上都是在集中在北部 这个昆士兰啊 达尔文 呃 而且都是在水里 就是鳄鱼和鲨鱼 所以说这个雨林里头 你不用担心 你要担心的呢 就是一些小的动物 像什么蜘蛛啊 蛇呀 这种小动物 尤其是也有毒的 可以听听水声啊 这个瀑布就在下面 这个就是曾经啊 被一棵巨树给砸坏了的桥 但现在已经修好了 因为干了很长时间啊 所以说没有太多的水 no 现在这棵树 这棵树呢 就是曾经砸断这个桥的树的分叉 那个主干非常大 走到这个桥这儿呢 实际上已经走了很远的距离了 那么通过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不但欣赏到了这个澳洲原始森林里有独特的美丽 而且明白为什么这个森林里啊这么容易着火了 那最后我再多说一句啊 丹尼澳洲笔记呢 这个频道的视频呢 目前只上传到YouTube 然后头条西瓜 还有B站这三个平台 那么你在这个三个平台之外看到的呢 全是盗版 所以说呢你还是要到这个三个平台去看 主要呢是这个里面全是我原创的 节目呢也是最原汁原味的 没有经过删除啊或者编辑 其实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呢 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心情 尤其是看到这些牺牲的消防员 还有这些消防员的家主呢 真的是让我们为之心碎啊 那么澳洲华人呢 也是做出了自己很多的贡献 然后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有捐钱的捐衣物的 我就把这些捐助的链接呢 就放到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也可以贡献出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OK这期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呢 别忘了帮我点赞转发 并且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